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POP抢先报 中国时报驻巴拿马的特派记者 也是BBC中文版的传述 资深媒体人郭篤维 郭大哥你好 你好 光琴 是 郭大哥 这个是不是又有两个邦交国的邦交亮红灯 那首先是先由这个多名家外长 他在他们的这个官网上面 公布了他跟王毅 就是大陆的外长王毅的握手照 这是第一个 那我们的李大为被江启臣委员问到的时候 他说的确他们关注很久了 而我们的外交部市长刘德利 正在救火的路上 那我们先来讲多名宁家现在的状况如何 郭大哥 多名宁家事实上这个 受到国内关注当时最近 但是事实上这已经不是 不是很紧急的新闻 因为这所谓断交风波已经折腾很久了 但是今年从去年开始 主要大概因为是台湾这个政权 这个变更以后 更替以后 这个状况就趋于复杂 所以今年这个7月份 李大为外长还有这个 这个8月份 这个市长刘德利 都分别到那去 但是没有受到很好的待遇 是什么意思 事实上连外长都没见到 这样子啊 完全是一个巨见的情况 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警讯 那还有什么其他 当时警讯 因为这个是以对等的 而且是事先安排的 外长对外长的 这个所谓的工作访问 或者工作汇报 而且台湾是在 多名宁家特别选定的 多名宁家召开这个 驻拉丁美洲 所有外馆 馆长的这个工作汇报 但是已经经过安排 经过协调 突然在最后 那个外长就说 对不起 你要来防控很好 但是我不会在家 这个是当然算是一个 比先前要严重的一个警讯 是 那如果 郭大哥 我们按照这个 中国大陆跟台湾 所做的外交努力 这两个天平 是不是早就失衡了 这是第一个关注点 第二个就是说 中共的十九大正在召开 那两个关系 大家也关注 那就说 这个在双方 我们表面上看出来 就是试善意 如何如何 这样一个氛围当中 那如果真的 多国跟我们断交 或者有这样的前兆 您认为代表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们当然是 每逢救火 我们就会开出一些支票 所谓的投资 所谓的创造就业 所谓这个 协助他们解决 他们的治安 等等等等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后续 我们做出后续的行动 往往局限于这个 在于经济上的援助 而没有真正提供到 它这个没有真正落实到 一定的好处 相较于中国大陆就不止 中国大陆就是在他们的 不管是基础建设或是 晶圆上面 或许这个已经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 采取一个禁逐的一个态势了吗 对啊我想这次 这次多名家问题 比较严重是在于 因为帮那马断交 四个月前帮那马断交 所以帮那马跟这个 跟北京方面非常活络 非常活络 非常活络 而这个就在 里道的外长到出访 这个尼加华不怎么太顺利之后 北京又派出中国民航局的这个代表团 就很开门见山跟他们讲 就说我们预定要把你们多名家列到 和巴拿马一起 跟中国的直航的航线上 就是经过美国到 巴拿马又经过美国到多名家 我们将把多名家作为 中国旅客 这个可以出访国家的名单 但是唯一一个问题是 我们没有建交 是的 那在这个情况里面的话 如果说我们的李大为说 正在救火的路上了 这个火能够救吗 我想他已经到了 刘德利 刘德利 我当习惯家的大使 他以前是在巴马留学 在巴拿马担任过大使 他已经到了 那应该是尽他的最大的努力 虽然他八月份去过一次 好像没有什么成就 因为多名家拒绝提出这种 我们所谓的双边合作 或者讲白一点就是说 你要多少钱 这个清单 或者你要多少援助项目清单 多名家是 拉丽美洲几个没有提出清单 没有兴趣提出清单的国家之一 所以局势看起来就比较复杂 那郭大哥您预估呢 断交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那十几点呢 这是以我刚看的 这个十九大没有太大的观念 因为北京或者所谓 中国大陆在拉丽美洲的 这个实质的经济影响力 还有他的在政治方面 还有在区域外交的影响力 在最近这几年 尤其真的在习近平这五年之间 已经真的是倍增 已经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所以这个他是 他跟这些国家 就是他这次在联合国 跟这个四驾马车的四个国家 包括沙瓦多 包括这个多名家在内 他们经常有长期的这种 不定期的这个联系 跟沙瓦多还有这个党对党的联系 所以这个东西 要把它扯到十九大呢 有点牵强 但是这是他已经既定的政治 习近平以我看 王毅这个 他们原来就已经排定了这些 一步步走 他们有一句话讲得很好 他说经常他们在碰到 这些国家 跟他们开出 四个大开口 他们会讲一句话 我们可以等 你们不能等 所以帮他们来就是第一个就不能等的国家 那我们再来谈宁加拉瓜 刚刚讲到我们的次长刘德利 他这一次专程打算去参加这个 宁加拉瓜首都马拉瓜的一个新棒球场的这个启用 其实这个郭大哥您在你的脸书上也有提到 这是我们台湾拨款两次才竣工 总造价 您说是18.3亿新台币 那在这个本来20号要举行的这个启用典礼 结果没想到有声变了 就是提前了一天 那所以我们的代表团过去的话 不仅没有办法去参加这个新棒球场启用 那这幕后的这个原因 可能代表更深远的一个意义 甚至有人是不是说 是不是宁加拉瓜的邦交可能也不保了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思考 我想补充一下 宁加拉瓜这个球场所谓这个声变 它的变化主要是在于 宁加拉瓜所有媒体一直到现在 明天原本是20号 星期五要主持这个 这个总统要主持这个启用典礼 OK 但是一直到今天中午突然 那个副总统也就是第一夫人突然说 突然就是公布了 说是明天 是奥地加夫人他接副总统 这个 副总统就是第一夫人 也就是副总统 对 他突然 他负责全国 他控制全国新闻的 因为他们家族 基本上已经掌控了 全国八成以上的新闻媒体 他突然在他们官方媒体上说 我们提前一天 明天就要举行这个仪式 但是没有公布 谁受邀 还有仪式的过程 当地媒体都没有办法 这个证实就说明天会有谁做什么事情 只能确定一件事情就是 球场的那个 这个球场名字叫丹尼尔 马丁内斯 就是以这个人 这在国外很有名的这个尼加瓦投手 这个名字来命名的球场 明天这位投手会和奥德加总统两人 主持开球典礼 至于开球典礼邀请了谁 不知道 对 那在这个他们的新闻稿也没有提到 就知之未提 捐助的是我们台湾 或者是中华民国 这里头也有一个 这里头也有一点分歧 我们所知道的是 第一次钱被挪去固装 第二次是 他对外讲就说 我们是贷款 但是第二次 我们就像我们新闻界 我在尼加瓦以前很久 我们找了新闻界 不同的人去问 向谁贷款 谁保证 问不出来 所以尼加瓦一般新闻界就说 这个还是台湾的责款 OK 但是这上头有争议 但是主要就是说 这次本来是 专程把台湾的棒球队 而且以国家队的名义 从台北 飞到尼加花 20号要 在开幕仪式之后 就开始比赛 这个政府 那个奥德加 突然把这个 揭幕仪式提前一天 当然当天的酒会 我们的球队还是有受邀 但是 他提前一天 我们现在 我们预定要出席的贵宾 原本应该是 刘德利市长 对 他现在多名家救火 对 是 这很忙的 很可能就说 我们只有我们的大使出席 哎呀 但是他现在是 尼加瓦政府 现在是封锁新闻 哎呀 他的封锁就说 不让老百姓知道 这球场是台湾的钱 嗯嗯嗯 那 而且 做法 绝对 对 他现在就说 他要维持他自尊 不能让人家说 这是我们要来的球场 所以我们也不要太敏感 他只是维持他一个面子问题 一个自尊 所以引掉我们后面 金主的这个角色 这个 你刚才提到的邦交 邦交一直 一直是断断续续 出现问题 对 郭大哥 我看到就是说 相关内容 您在这个10月19号 早上世界日报 里面就有转数 其实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就是说 这个也提到09年 马英九他被放鸽子 奥地加他的性情 各方面的 这个是我们台湾在探讨的时候 也是蛮有经验的 那这个事件可以延伸吗 我想一贯 因为奥特加 奥特加 一直是希望 玩两岸牌 就跟邦交马当时一样 玩两岸牌 可以取得最大利益 当时不能怪他 各国都要为他自己的最大利益去努力 是 但是他玩弄的这个手法 就像前中马英九在 三度被放鸽子以后 我记得当时欧皇恋外长就说 不谈了不见了 马上他就赶口 稍后晚一点还是要见 哎呀 这个人的个性这样子 现在不是个性 而且 而是把我们拿来耍 耍动 问题是我们不能够每次都忍气吞声 对 这样子被耍还给钱 是 所以我这希望 我衷心的希望 明天节目是 我们的大使馆 还有我们的球队 能够参加那个 这个启用仪式 然后后天比赛一切顺利 OK 当然这样子 所谓邦交 至少可以稍微 对双方的好看一遍 在维护邦交的前一项 还要有起码的尊严 这个是要有一点 这个残忍 对 光挺你讲的没错 所有两个 现在出现 这么多国家出现的问题 问题都在这两个字 尊严上面 尊严上面 你既然要钱 你要我的钱 你要我们的援助 又不给我们尊严 那到最后大家只有 那干凯子啊 不换完善 是是 那最后请教郭大哥 在您的脸书里面 您当然有这个深度的分析 包括您家拉瓜 或者是您暗指 就是说多米尼加 那你说这个 除了棒球场这个事件之外 还得去加勒比海面对面 问清楚 对方到底要多少才满意 不过包括多米尼加在内 拉美和加勒比海 至少有三个国家 郭亚哥 我们每次看到三个国家 就连开口都省了 看来是在等王毅叫号点名 台北可真的要心里准备了 您指的是 是我们可以多观察几个面向吗 哈哈 不是 所以您现在看看 您现在可以看到 刘德利次长去的 就是要跟他们谈 光远堂皇的讲就说 我们来谈双边合作 我们一般是以 当地总统的任期 作为双边合作的期限 这是台面上的话 实底下的话就是说 你这几年 我给你多少钱 你不要跟我断交 这叫做我们所谓的双边合作 实际上是有去无回 单方合作 OK 但是问题是像东明一家 这次 部长次长去 他们都不愿意提这个计划 OK 这是一个国家 其他两个国家 我想很快 我想外交部应该很快就出来做说明 因为只要一亮红灯 我们的部长就必须得出来说明 但是我们所知道的讯息就是说 我们真的必须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我们现在 因为台湾本身在这个九二公司上 可以讲说是完全 把这个北京给热火 OK 从前大家还稍微给你给对方一点面子就说 但是现在已经是完全大家扯过脸 尤其你最近 他最近尤其是行政院长的声明 还有最近的几天 这个蔡英文要到南太去寻亲 对对对 寻亲自理 这个在阿丁美洲的 中国中国驻外员 那个口里听来的话 那完全不是滋味 那就明摆着说 你要明摆着跟我对着干 就包括蔡英文总统 要去南太平洋这个部分 说是定位寻亲之旅 这个也惹怒了 是吗 这个有 不过我们在台湾分析觉得很荒谬啊 你这个外交出情怎么定位 你只要看拉丁美洲的华文报 因为最近这个 光是南太寻亲的事情 不但是当笑话 而且真正把对方给热火 你连这个最基本 你不承认九二公司也罢 连那个最基本的 你都要推翻 那大家有什么好谈的 而且我再给你补充一点 刚刚几个冬头前 当那马总统在主持这个太平洋案有一个大的那个油轮码头 就是给这些大的油轮停泊的码头时 他竟然用中文讲谢谢习主席 哎呦 因为这个是中国承包的 那个最离谱的 对我们来讲是比较离谱的就是 他竟然说 助习主席打攀成功 十九大成功 你看看一个刚跟台湾断交四个月的总统 是是 他讲这个话 对 他在中美洲是一个龙头 嗯 他这一讲话 中美洲加勒比海 每一个国家每个元首都很注意他的动向 嗯 所以今天就是今天洪杜拉斯总统专程跑到巴巴巴来 来取经 嗯 取经那就说我们要怎么样从外交上从国际上取得更大的利益 嗯 这洪杜拉斯本 我问你看我脸书你也看得出来 是 他的专机就是我们送的 被他敲的第二架专机 嗯 所以整个局势看起来 问题的根源在于台湾 嗯 问题的根源在于九二共识 嗯 那你对这个 这个东西已经 嗯 现在到这个已经完全三连的地步 你知道拉丁美洲 嗯 那台湾以后真的是 所以我写了 嗯 大家心里要有准备 是 好 因为实践因素 不过 我每一次跟这个郭大哥联系 我都特别感激您哦 在海外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么资深了一个驻外的一个特派记者 那是老记者 谢谢郭大哥 那不客气 关心 再见 再见 好 我们休息一下金融广告马上回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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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